大腦的動靜脈螺管 大腦的動靜脈螺管 就是因為大腦的動脈跟靜脈有不正常的連結 所以它有時候會造成我們腦部水腫出血 所以有時候症狀可大可小 從輕微的頭痛到嘔吐 嚴重的肢體癱瘓甚至昏迷都有可能 取決於螺管出現的位置 所以治療這個螺管的方式通常有三種 一個是手術 一個是酸塞 再加上今天要講的就是放射治療的方式 我們在其美醫院放射治療 是用電腦刀的方式進行 電腦方式它的好處就是可以快速 而且除了有效以外 更重要的是 其實病人的舒適度蠻高的 副作用也很低 而且可以達到相當不錯的成效 在這個治療上面 就不需要我們傳統手術去開大刀 也可以得到適當的控制 它是非侵入性 是一種放射治療 也就是我們傳統的電療 但是經過大量的改良 對於正常的組織破壞也很少 所以引起的副作用才會這麼的低 那它的恢復期大概很久 其實它這個是門診手術 也沒有說會不恢復的時間 可以到完全整個螺管處理掉關閉 有時候長達幾個月就可以了 那有時更久可能就一年一兩年的時間 但是這中間我們就會固定在門診 追蹤病人狀況 還有它的一些有沒有新的症狀產生 做完這個電腦刀之後 其實要注意就是怕一些腦水腫短時間 那像一些如果有輕微的頭痛嘔吐 我們就會給它一些類固醇 然後降低腦腫 不然其他就是其實就回家好好休息都還可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們奇美醫院電腦刀 用在治療我們大腦裡面的動靜脈螺管的一個成效 居多 所以可以看到右邊這張圖 左上角這個是正常的 那動脈走動脈的 靜脈走靜脈的 所以從這裡開始的五張圖 其實都是不同種類的一個螺管 那螺管可以分直接連結 就是動靜往後走或者是前後都有走 所以其實它相對起來有好幾個分類 那有的比較複雜 那有的就比較簡單一些 所以常見的症狀剛才有說 其實跟它的位置有關 螺管可以分在前面再後面 所以如果跟前面的話 就可能會有眼睛的問題 眼睛有紅腫外凸 甚至無力不協調等等 所以其實它症狀其實五花八門 那每個人的症狀表現都不太一樣 那治療方式主要是分三大類 今天手術、酸塞跟放射治療 那今天要著重的就是在放射治療的部分 跟大家做分享 手術的精準度 所以才會用電腦刀 但是實際上它就是一種放射治療 那它放射治療 跟我們傳統的放射治療 就好 大腦其他比較正常的地方 就不去傷害它 所以對於旁邊的正常組織的傷害極為低 所以我們在醫學上有給這個電腦刀 相關的東西有一個特別的名詞 它叫一個立體定向的放射手術 所以其實手術這個字是有用在這個治療上面 雖然它沒有動到我們傳統的開讀的方式 上面這兩個X光就是我們隨時做一個摩回來之後 它才會繼續去做一個放射 所以它沒有一個侵入性的固定頭架 它不需要麻醉 也不需要耳心嘔吐 還有右側耳鳴 所以就來到門診之後 就幫它排了核子公正跟血管攝影 那血管攝影就簡單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凸凸 這個是耳朵 所以這個是前面 這個是後面 所以在耳朵的後方 這是病人的右邊 耳朵的後方可以看到兩邊不對稱 正常腦裡面 我們為它設計的是三次的療程 三次的療程 可以看到治療纖它是長這樣 就跟剛那個圖 左邊這個是我們的血管攝影 右邊這個是我們的核子公正 可以看到這個 那這個病人在三次療程後 那其實在七個月我們追 其實它症狀大概第三個月就開始進步了 還有脈動性的耳鳴 它那個比較特別 它會覺得自己聽到自己的脈搏聲 就是心跳聲 那也就這樣來到門診去做治療 一樣幫它排了核子公正跟血管攝影 那這個病人看到就是另外一邊 我跟剛剛那個完全 一樣跟病人討論之後 還是決定用一個電腦刀去治療 那這病人跟剛剛不一樣 是他上個病人是用三次 那這個病人我們用五次的療程 去幫他做這個處理 所以可以看到在治療前的影像是這樣 左邊這個是血管攝影 右邊這個是核磁共振 那在治療後第六個月 症狀其實大概改善一半 一半的時候我們去追蹤它的影像 以病人的症狀為主 那另外就是病人的本身的身體狀況 跟他的自己的選擇 因為如果大小合適的情況下 其實很多很多病人 其實都試用電腦刀來做治療 尤其是第一點就是如果 病照靠近重要的組織器官 或神經血管上 因為我們剛剛講它的情況 有條件的健保給付 但是如果沒有達到就要自費 嗯 在治療後 很難以是 他可以做到的